目前正值咖啡採收的時期 德文部落的居民將採收後 剝殼的咖啡豆 細心的挑選出 優質的豆子來日曬 一百零二年風災豪雨天后的因素影響 不僅咖啡樹遭到強風吹斷 豪雨更造成病蟲的侵害 農民所種植半數以上的果樹 果實乾燥發黑而無法採收 咖啡的產量銳減 讓居民是苦不堪言 那現在變成只有一半了 因為又颱風又多 現在雨季 哇 那個雨又多了 所以咖啡很容易就生病 現在會 它就是乾掉的 會乾掉 然後有的樹是折斷了 風很大 都斷掉了 那大概就是損失大概有多少 很多嗎 一半以上還是 有一半以上 相關公所表示 由於咖啡未列入農業災損 救助的項目當中 所以沒有依農業天然災害 救助法規來提出申請 對此縣政府表示 咖啡是另外被列入 特用作物的項目 同樣可以申請救助 政府它補助的項目都有限 那變成是說我們自己原廂的咖啡 都沒辦法列入在每次有炸害的時候 補助的一個項目 咖啡是包括在柴准項目裡面的特用作物 災害過後大概三天內 相關公所它應該就是馬上要把災害的部分 做一個速報 報到縣政府來 會組成一個勘察小組去勘察 如果符合規定送到農苗組去核定 正式公告以後就受理農民的救助 縣府表示只要在風災後三天內送宴 就可以核定救助 三地門種植咖啡的面積將近有兩百公頃 大多集中在德文部落 而德文部落有九成以上的住戶都種植咖啡 咖啡的收成是居民主要的經濟收入 所以產量只要銳減 就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生活 記者各社 屏東三地門採訪報導